谢谢大家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场了 今天我跟大家一样都是第一次 所以大家也不用紧张 与在座各位朋友一样 2011年我加入了一家很小的企业 当初我们只有两个老板 我们住了两台炉子 以为别人加工赚取一点加工费 开始我们的创业之路 那么在2065年我离开这家企业的时候 我们公司已经犯称为销售额两个多亿的这样一家企业 在近七年的历程中 有成功的经验 当然也有失败的教训 所以呢今天很高兴 能够利用三个小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外贸的一些体会 那么希望呢能给在座每一位从事外贸的朋友们 带来一些启发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是 外贸的流程与操作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你的课件里面是有一张流程图的 那么从外贸的角度来说 外贸的流程与操作是相对简单的 那么今天呢 我主要是结合了自己的一些实战的经验 对于流程中某一些的环节 来重点的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我大致把流程分为两大部分 合同签订前和合同签订后 那么来看一下合同签订前代表关注的第一个客户 我们也发现很多朋友通过阿里巴巴这个平台 确实也找到自己的客户 效果还是不错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呢 并没有找到自己很适合的客户 那么对于客户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 怎么样来去拓展自己的客户 第二个问题 当客户发来询款的时候 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非常的快速 两分钟那个询款就搞定了 就回复过去了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你回复的越快 买家有时候会回复的越慢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一天到晚 在处理询盘忙得要死 而有些人就告诉我说 郭老师最近询盘太少了 几乎都没有什么询盘 而且垃圾询盘特别的多 那么对于询盘 我们怎么样去提高自己回复的技巧 让买家更有效的回复我们 当药品来的时候 客户说给我一个样品 大家是不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又有老外来骗样品吗 当老外向你三次五次 要样品的时候 你还愿意寄吗 为什么有些人样品过去 提示以后 订单就过来了 而有些人寄了大半年 最后买家还是不了了之呢 那么在样品上面 我们也可以做哪些不同 来打动我们的客户 那么相关场呢 我们会结合以上三个部分 我带你来分享一下 第一个问题 客户 各位 我们都希望找到自己的客户 但是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是说在价格上很低 全本控制得很好 现在规模比较庞大 对国家买家的采购的流程 特别的熟悉 对国家的市场调研特别的清楚 我们的客户是谁呢 是世界500强 1000强 贸易商 带领商 最终工厂 还是联手店呢 我们有没有在第一时间内 能信任我们的客户 当我们的客户进了一个页面的时候 如果说你在第一时间内 没有信任他的眼球的话 您觉得他还愿意和您去联系吗 各位 优势是很重要的 2001年我们企业很小的时候 我们确定是百分百的外销 因为我们觉得做内销太难了 因为欠债比较严重 我们的实力没有那么强大 但是你要去拓展外贸的市场 你是有一定优势的 我们俩当地一家 当时在那个时候 我们2011年做外贸的时候 他每天都做了五年外贸 所以我们分析发现 无论是从资金的实力 工厂的规模 人员的数字 品牌的知名度 市场的占有率 我们都没有办法和别人相互比较 但是我们经过细行的调研分析 我们发现我们还是有一点优势的 第一个 我们经过调研发现 这家企业 它当时的利率维持在30%左右 而如果当时我们按照20%的利润率去拓展市场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高傲的利润 因为我们的企业比较小 所以能力成本 财务成本 经营成本 相对来说都比那些大企业要少很多 而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 这个价格是相当具有竞争力的 各位 作为后企的进入外贸领域的企业来说 你在价格上面是否有竞争力 那是你能否拓展外贸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因为这很简单 现有的买家都是有自己稳定的供应商的 那么如果说你在价格上没有信力的话 它是否会对你感兴趣呢 所以我们正是依靠这一条迅速的切入了外贸的市场 所以获得了后面的四年的飞速的发展 当然很多朋友也说了 现在这个价格的竞争太犀烈了 但是相互之间差距也不太大 在价格大致相同的情况下 我们依靠什么来打轮客户呢 大家都知道一个理念叫服务 我们都说服务可以创造辅加值 服务可以让客户更满意 更愿意去购买我们的产品 但是很遗憾 很多朋友一方面是因为外贸经验并不是特别的丰富 一方面对于国外买家的采购的理念也不特别熟悉 所以在跟客户交往的过程中 尤其在服务的细节方面 做的并不是特别的到位 所以很多朋友会有很多疑问告诉我说 顾老师我跟这客户谈了半年了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再谈了 那他为什么迟迟不给我下单呢 我觉得那是因为你在很多细节的服务方面 让客户感觉他还不足以放心把订单下给你 那么今天我们客户中也会结合一些案例 重点探讨一下服务的细节的问题 好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客户从哪里 请大家看大屏幕 这里有一张图片 我们十秒钟思考一下 当您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您认为谁有可能会是您的客户呢 好我究竟采访一下男士 同性不相排斥对吗 我看看挺认真的 能看清楚吗 就您看来您觉得当您看这张图片的时候 您觉得谁有可能是您的客户呢 穿红衣服的 太奇怪了 一般都是女士对红色才比较感兴趣对吗 看来冬天还是比较寒冷的 红色能给了一种温暖的感觉 我们再谈完一位女士 您觉得谁有可能是您客户呢 我觉得都是潜在的客户 为什么 都有可能吗 都有可能 看来女人年轻的时候目标都不太明确 好 我在全歌里讲歌的时候呢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先生 打着领带穿着西装对吗 那请问 打着领带穿着西装人士 通常来说是什么样的人士 商务人士对吗 那商务人士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潜在的客户呢 我们再看一下所有的人都穿着衣服吧 所以很多人说 我做面料的 我做服装的 所有人都是我的客户 我曾经在全歌里讲课的时候 有一位学员非常兴奋的站起来跟我说 吴老师不用分了 我都不用细分 所有人一定都是我的客户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他说我做粮食出口的 大家都要吃饭 我说很遗憾 实际上国外的人吃粮食不太多 吃牛肉会比较多一点 那之所以拿照片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大家在电子商务的平台 去开发客户的时候 你也面临类似这样的情况 谁会是你的客户呢 我相信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会是你的客户 2011年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 谁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经过调研分析以后 发现我们的客户大致分为三大类型 我是做有色金属出身的 那么有色金属最广的用途 是在炼钢方面 有时候国外的钢厂如果不使用屋或者木作为添加剂的话 那么钢是炼不成的 所以我们最大的客户群体就是国外的大型的钢厂 而且当时我们有这样的渠道去拓展 但是他们要求很高 动不动就几十个位 而且要求用完三个月以后再付款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承受 所以这份客户我们正好放弃了 第二个客户呢 是国外的大人贸易商动不动就十几个位 而且只做DP 各位我们知道在DP的条件下 我们从采购原料开始 自己生产完毕 放完货以后 把所有的单质通过银行流转到对方银行 之前所有的费用都是要我们自己负担的 对吗 我们又负担不起 所以这份客户我们又只好放弃了 而我们瞄准的是第三类的 当时很多的有色金属行业的企业 都不太愿意做的客户 很小型的贸易商 我们的行业可能有点特殊 我们的有色金属是中国的强势的资源 世界探明存的65%在中国 而中国的80%在我当时做的江西的干州 所以中国的屋是有绝对的说话权的 只要中国的咳嗽一声 全世界的屋都会感冒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完全的一个卖方的市场 但是那个时候 很多中小型贸易商发现 如果把订单下给那些大的中国供应商的话 往往不受待见 因为订单太小 他们没有兴趣 所以交互金往往无法得到保证 而如果他们要订单下给我们的时候 因为我们正好适合他的规模 适合他的订单量 所以我们能够非常及时的保证他的交货期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国外的客户对于交货期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大部分的产品都是有销售的周期的 能够敢在他销售旺季之前拿到货物 对于买家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所以在这点上我们能够打动我们的客户 而另外呢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因为他发现大的贸易商跟他大的供应商跟他不受待见 所以在我们这里做的时候 他也没什么选择 他也愿意用付30%的定金 那么正是依靠这样的相互的合作 所以我们的企业在2005年也成为了一个比较大的企业 那两个客户是不相同的那两位抛弃的客户我们在2005年实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开始和大的贸易商开始合作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进行实力 我们开始也有大的钢厂来进行合作用完三个月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有的是资金 所以各位在现在外贸不太好做的情况下虽然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能否生存 当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处理寻盘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很多寻盘是不值得你去处理的 因为很多的客户发来寻盘是你现有的企业做不了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真正适合你企业的客户上面 你只有跟这些客户合作 你先生存下来 等你实力壮大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取得长足的发展 那我们再看一下 第三个问题 怎么样吸引你的客户呢 请大家看大屏幕 当你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什么吸引了你 灯光 对吗 大家会发现 这个灯光的颜色是不相同的 大家看一下这辆广告是奥迪车的户外广告图片 奥迪车在中国算是一辆中高导车 对吗 那么为什么奥迪车在做户外广告图片的时候 他没有他的发动机的切面图切出来给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德国的工艺就是这么先进 为什么他在做这广告的时候把这个前大灯跟路灯结合在一起呢 每辆车都有车灯对吗 这是个最普通的部件 为什么他放在这里呢 不知道要有没有了解过奥迪车 奥迪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很多人有一个印象 车灯特别的亮 对吗 你跟他会车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开远光灯的话 你眼睛根本都睁不开靠边停车 所以要把一个车灯 虽然大家都会做但是你要把车灯做到这么亮 他是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的 所以奥迪车就像传这个理念 我都能把你们都能做到的一个最简单的部分 都能做到你们达不到的技术地步 那请问我这辆车怎么样 就是不是很好 所以这是奥迪车的广告的一个独特之处 所以各位 如果大家要做广告的话 如果你的广告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建议大家就不要做了 那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因为你没有办法引起买家的兴趣 第二个问题 我能不能说为什么我寻常这么少 为什么我们的寻盘跟我的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都是垃圾寻盘 有很关键的问题是 各位您的关键词设置的正确吗 这是一个网络的实在 是一个搜索的实在 给大家一个方法可以回去检测一下 你进入Yahoo以后 第一来是work 第二来是image图片 你把您所能想到的 所有有关于你产品的英文的单词翻译 书音去试一下 如果说你搜索的图片 跟您的产品图片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数量越多 越说明什么 我们的国家买家是希望用这样的关键词来搜索的 各位 我各位认为排名靠前靠后 并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你要让我们买家能够准确的搜索到你 你才有可能有机会收到真正的专业的询盘 所以我们不妨回去测试一下自己的关键词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你页面的内容 当我们买家进入你页面的时候 他会关注什么部分呢 根据我们的技术统计 产品数量发布越多的企业 您的产品的曝光率会越高 被买在的点击率也会越高 而这一点有一个林波的客户跟我分享的时候 曾经证明这一点 他是一个官方公司做女士相包的 所以种类特别的多 他听完这个分享以后 他就能回去试一下 他要求他所有的业务员 把公司里面只要是存在的产品的图片都上传上去 结果呢 有效循环两个月翻了一倍 所以各位 我们是否把所有的产品都上传上去呢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 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们的买家根本不给我们循环 那是因为很多买家进入我们的页面 先看一个东西 请问大家 您的产品向往欧洲要通过什么认证 向往美国呢 巴西呢 印度呢 南非呢 中东呢 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呢 所以各位 我们的很多买家进入页面的时候 先看一下 你有没有通过认证 因为你没有通过认证的话 意味着说 你的产品他没有办法 在他的市场上进行销售 所以各位 如果你要去拓展某些市场的话 请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 你这个产品在目标市场 需要通过什么认证 你只有先通过认证的情况下 你才有可能收到买家的询盘 那第三个呢 有一点很重要 大家会发现了 现在80后已经不流行了 90后已经盛销成上 对吗 你会发现90后的喜新厌旧的程度 比80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所以现在产品的生命周期是越来越短 那这一点 在这个方面呢 有一点能力很重要 那就是你的研发能力 各位 我们的买家 很多时候只是贸易商 只是带领商 他对你的行业 并没有你专业 所以说如果说新的产品 你需要完全依赖他的信息来提供的话 那对他来说相当难 而如果说你能够不断的去推出新的产品 而这对于买家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刚才大家看这个前面的片子的时候 因为看见很多国家的蛋白家都在不断的去寻找新的产品 而且尤其是在现在危机危机的情况下 大家的口袋都无紧了 都不想花钱了 所以你能够有新的产品来打动消费者 让他愿意去掏出他的钱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观看